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系列也即将结束了 希望您通过收盖这次节目 对您的奇异进步能有所帮助 好 我们下面先看奇谱 下到这儿是一个人类下棋 人下棋经常会下到的一个布局 那么阿尔法围棋这个 Master这个版本 这50盘都是Master的版本 这个版本是在它战胜了科捷之后 谷歌公司公布的 它自己跟自己下的这50盘棋 那么在这个之后 它又出现了一个更强的版本 阿尔法围 阿尔法围的话是纯粹脱离了人类的经验 脱离了 就不学习人类高手的棋谱 靠自我修炼 它超越了我们目前摆的这50盘棋的这个棋谱 所以这50盘棋是学习了大量人类棋谱 加上它自己的算法 达到的一个高度 那么所以它像这样的布局 带有明显的就是人下棋的特征 在这么早的时候的点33呢 是可以说是启发了我们的思路 现在人类棋手之间对局 经常是出现了很早的局面就点33 好 爬 这时候飞或者长 都是阿尔法常用的下法 这盘棋是长 那么白棋爬或者跳都可以 白棋选择了跳 这个变化呢在以前的讲解里面 也给大家介绍过 现在充断的不合适 断里边的话蒸不掉外面 断里边白棋就吃掉 外边这个子蒸不掉 断外边呢 虽然能吃脚 但是外面白棋比较广阔 现在去断一下损失也是蛮大的 所以呢 黑的是单压 白棋长 等白棋长了之后再冲断 如果不压这一下的话呢 我们有句口诀叫做断哪边吃哪边 但是他压了这一下 黑棋再断这个的时候白棋就不能吃了 再吃被黑棋断打完吃这个 等于这压一下黑棋便宜太大 所以白棋要粘上 让他这一打吃成为亏损 粘上黑棋 笔顶 这是一个手筋 白棋拐被黑棋爬 白棋显然 显然是不好 拐吃是必然的 黑棋避住 让白棋活了脚 白棋活了脚 而黑棋形成一个外饰 这样的布局前面也出现过 前面出现过的棋和这一盘 Alpha都是选择的二路拐 分头看上去也相当大 分头打散 限制黑棋这个外饰的作用 但是呢 他不愿意被打一下 这被打再挂过去 上边就黑棋很容易唯控 他每一盘都是二路拐 你说这个拐 特别看重 那么黑的拆边 这是必然的 必真点 白棋分头的话 黑棋这个外饰就难以发挥作用 拆 一步一个脚印 打上来 黑棋跳起扩张 白棋呢下得很坚实 黑棋呢速度比较快 快速扩张 顶一下 之后打入 压 对付这个打入呢 它总是这么压住 确实这个压也是局部来说最紧凑有力的一手 如果从这个方向走 那么被白棋藏出去之后 黑棋自己那块 现在那块白棋拐了又打了 黑棋如果一旦被白棋藏出 这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后视 黑棋自己也没活 没有眼 所以呢 黑的不能把它当后视用 飞呢又略显松缓 被白棋一飞 白棋会活得很轻松 压住 不让白棋出来 同时给白棋最大的压力 靠这个 这也是 这步棋呢 就是在 在咱们之前的对局当中也看到过 在它靠压的时候 它先没有动 而是先在这边问你应手 如果直接动 白棋要活 当然不成问题 但是出呢就出不来了 黑棋搬完连搬 白棋大致这样活 虽然活棋很轻松 但是黑棋外视也非常的厚 这样的话 黑棋中腹非常广阔 白棋应该是判断这个图 白的不满意 所以它寻求变化 靠在这里 黑棋是冷静的退在33 如果搬这个的话呢 白棋搬下去 不管你打了张也好 或者是单张 白棋 搬完一飞 这个下方呢 如果看到我们前面的 前面的节目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对这个棋形还有印象 白棋这个 这几个子还是对那边有一定的帮助 这盘棋呢 黑棋选择的是退到33 白棋跳 那么黑的是 虎 把这个字虎死 这也是 显然是很大的一步 这虎死呢 白棋这 打入一下不走 毕竟是亏损 黑棋虎的很厚 如果再在这边走的话呢 也不知道走什么 比如说走这个的话 白 白的感觉已经是先手便宜了 有被白棋先手便宜的感觉 虎死总是有 有很大的价值 白棋 飞出 清零的逃出 这地方虎下去意义也不是很大 虎的话黑棋刺一下 把白棋刺中 然后再一飞 这块白棋有点重 这个在这儿这么窄的空间也做 虎下去也 也指望不上在这儿做两个眼 所以虎也没有太大意义 逃出比较好 飞 如果白棋压 那黑的就一点 这块空围的很舒服 白棋实在挡 挡下 这个比较紧凑 比压强 如果黑的冲 白的这一虎 两个点都被白棋走到 那这就厉害了 黑棋不行了 感觉已经 搬毡被白棋刚好一虎顶 这黑棋不行 脚上做活着被冲过来 所以白棋挡的时候 黑棋是挖 也很紧凑 挖毡 白棋接上 这个呢不怕黑棋断 断白棋刚好往下一冲 这黑棋吃两子被白棋冲下来的话 黑棋反而亏损 所以黑棋这棋行是斑 这里如果不走的话 白棋搬完虎 这就马上就要 马上就要做成眼了 所以黑棋搬 反正白棋既不能挡 挡再被黑棋断了 那就冲不下来了 既不能挡也不能沾 沾黑棋挺过来 白的这一串单冠 很重 走得很凝重 白棋往外坚顶 往外坚顶 借着黑棋的径 白棋要走出去 往外逃 既然这没眼了 必须得往外逃 黑的退 不能搬 搬的话被白棋搬下来 这个这又要搬下来 白棋很可能就地做活 所以退 贴 很紧凑地借着劲走 搬 黑的断翅 这地方呢 黑棋这两个点 是不可能同时走上的 走了这个白棋就要搬下来 你断不进去 如果两个点黑棋都同时走上 那黑棋的空太完整了 而且白棋外边棋型还不好 有断点 黑棋走这个呢 白棋要搬 黑的如果挤的话呢 这不能挤 挤的话白棋这有一段 先断 打 立 这有搬 这有搬下来 黑棋吃的话 白棋搬下来 黑的死了 黑棋实际上是黑棋断打 白的搬下来 黑的呢 打一下 之后白棋就拖先了 拖先抢一手大场 白棋说我已经逃得这么长了 你来进攻我也不怕 再要走呢 对黑棋没有压力 自己走单关 很无趣 抢一手大场 也得看白的不走 总得进攻啊 点 扳住 限制白棋的出路 将来 关子阶段呢 这打完壁住 这块空围的也很完整 点刺一下 因为不可能断 所以 点刺一下 对这块有好处 然后再调这个 跳出 白棋呢 逃出 黑的 煎葱 煎葱也是 阿尔法特别爱用的手法 煎葱 煎葱 玩的一跳 白棋呢 贴 现在 棋盘上 其他地方 明显 明显特别大的地方也没有 那么白的 贴这个把自己下后呢 还是很有价值的 逼住 承一下 承了之后 这一拐很厉害 拐完一挖 黑棋是 黑棋通不了 打吃的话被打了爬 街上的话 接挖 把黑棋给断开 所以尝试先锁 黑的呢 补在这 补在这里 那么 现在这个情况 白棋如果冲了挖 黑棋就可以吃了 打了爬 黑棋可以弯过 扳一下 不时时机的扳一下 现在黑棋只能吃下面 如果长 那这边 白棋 白棋哪怕 就这么虎 黑棋就杀不掉 白棋 这要飞出去 这一般虎 眼性很丰富 吃 白棋扳一下 以后根据情况 是打下去纠缠 还是上面打一下 算了 这就看情况 打入 或者叫加工 正 小剑 靠 这都是 可以说长形 招法很紧凑 这么贴呢 是典型的俗手 撞上那边 尖的话 被白棋贴一下 白棋变好 被白棋贴一下 不如黑棋把白棋压进去 这白棋也没有什么反击 也只能退 然后一起再退 贴出是必然的 否则这个 这个加工就没有意义 那么黑的把白棋封住了 白的没在这走 黑棋当然要施展一点手段 点入 挡 飞点 两子白棋还是不肯给顶住 跳 当然白的也顾不上脚上去补齐 拐过 这一跳 白棋出路就不那么顺畅 黑的如果再被黑棋挡下去呢 这三个字也 也是一个负担 拐过 相当大 进脚 现在往边上走的没什么价值 这边白棋铁厚 要让黑棋往那边走 所以护住脚上 黑棋暂时没走 是飞 白的跳出 之后藏 扳住这是必然的 黑的这时候加了一下 这个加是损木的 我们把这两个字看成活棋 通常的想法是藏完之后 这一带走出来 这个 以后收官肯定是一路斑 这加呢 这边白棋这么厚 如果这样的话 加是一个常见手段 但是白棋这么厚 加进去显然是 显然是损木的 木数亏损 但是黑的为什么要加呢 也有它的好处 如果这不加一下 黑棋现在是想拖线 拖线你不就加一下 白棋在这一照 黑的那两个字就死得很干净 死得很干净 这个没什么味道 而加一下呢 就黑棋断一个 跑一个是仙手 这地方这地方留下加出来的味道 而作眼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一路这个仙手 说不定某种变化会跟那个作眼有关 所以加一下 留点味道 让白棋吃不干净 之后呢 黑棋在脚上动手 脚上动手 局部白棋一点 黑棋是死的 点完挡 局部黑棋是死棋 但是这收器恐怕 也收器恐怕也要收的白棋是够呛 黑的 黑的就简单扳 团在这 黑棋这刀霸武器 气非常长 这个 这收器 白的 能不能收过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白棋实战是拖这个 团 那么这个下法呢 黑棋脚上是可以活 先打 再挤 挤是线手 挤到这一下 黑的就 活了 好 黑棋在脚上动手 脚上有棋 活了 但是白的 白的逼黑棋 把这两个撞上 白棋都 把每一个缝隙都堵上之后 是为了开这个截 开截 然后呢 充一个找结材 好 现在白棋实际上挺厚的 黑的如果敢挡的话 白的这一提 让黑棋找白棋的结材 并不容易找 断这个是最大的结材 白棋可能 白棋应该不要 把这个提了 脚上虽然黑棋收获很多 但是 这一代基本上都 白的再走一走 黑棋都死了 损失也够大 所以在白棋冲的时候 黑的是 没挡了 是把这个吃掉 让白棋冲下去 冲过去 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能活了脚 白棋把这个冲 冲掉 从目数上来说 黑棋活脚 还是 还是应该小有收获 压 白棋退 然后呢 爆吃 爆吃一手还是有必要 否则白棋打下去 纠缠 白棋这棋那么厚 这样跟黑棋纠缠 黑的 也满头疼 爆吃 上面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到黑棋走 黑棋走这一带 那么这个家就等于白送 而到白棋走那一带呢 黑棋这个家还 比较有意义 所以这也是 黑棋 不走上边 而爆吃这个的一个理由 白棋走在这 走在这里 走在这呢 也当然吃不掉黑棋了 黑的这一串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家 其实产生作用 本来你不能走在这 走在这被一爬 什么棋都没有就死了 你现在在家 当然它粘住 断的话 白棋就拐去 黑的就死了 而家到一下呢 断先手 跑先手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的这一家 逃出来了 黑的走这个就逃了 这个是先 跑一下是先手 所以白棋往上贴 黑的一小间 连回来了 白的吃两子呢 没有 被黑棋冲 你如果只能挡 这个吃的太小 没有意义 右边还受伤 挡这个的话呢 也得一断 黑棋这一段又有期了 淘一个之后 这一挖打 吃白棋一个接不归 所以这就是当初 加一个的作用 不是白送 黑的那小剑 小剑连回 白棋挡住 这个局面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了 这个 这一挡眼见着这十几目 而且对这块眼味还有好处 跳 立下 基本上进入收 基本要进入收关的状态 这个贴一下 顶上 白的需要护住自己的眼位 顶上 这不能被黑棋顶 黑棋顶这个是先手 不管是顶也好 这一冲白棋也守不了 挖断 所以有必要硬 虎 白的一看 我立你 不理我 那我跳进来 这显然也有十多目的价值 黑的点次 要求先手便宜一下 白的如果跟着硬 那么黑棋这个顶还是先手 上边走到两下之后 这一带 再走过来 中辅 黑棋看上去还能微不少的样子 好 这个时候 这时候白棋下出一部比较精彩的棋 它不是老老实实这么跟着硬 而是刺 白棋刺一下 问黑棋硬手 如果你粘在这边 这地方有搬出去的问题 如果黑的要断 这一冲 这一冲黑棋挡不住 要low 所以 冲完有搬出来的问题 黑棋 这 这口就 封得没那么舒服 黑的如果粘这个 就刺到一下 就刺到一下 总好 将来有 从这里冲过来的味道 刺到的话 白棋这两个子就轻了 这边现在便宜到 那两个子轻了 将来破黑棋中辅就 方便 刺一下 问黑棋硬手 黑棋呢 藏在这 同样的藏在这的话 这两个子也比较轻 这个交换 对这边 对这边有一定好处 那么白棋就不挡了 提 弯了之后 往中间进入 如果你不刺 被黑棋挡下去 将来再刺 黑棋不会往那边退 所以刺一个是 适应手的 可以说是适应手的 好时机 那么这盘棋 进程的比较平稳 双方比拼功力的 比较平稳的一局 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精彩的手段 比方说黑棋左上角的二路加 主动送死一子 有他的生意 以及白棋在右下角处理这块 姑棋的时候紧凑的手法 都是值得品味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实战 包括白棋这一次 这个实际 掌握的都很好 所以 所以相对平淡的棋局当中 也有也不乏精彩的手段 贴一下 刺 然后挡 吃这两个字还是不小 吃了价值还是不小 如果一旦被白棋挡回 那么我们看到冲先手 再打冲过来 这黑棋有后患 所以挡住 挡住之后呢 来的接上 试图先手便宜一下 你要是挡呢 我当然就便宜了 黑棋没挡 是 为中辅 长 挡住 黑棋要为中辅的空 断打 打吃 一路大飞 现在进入关子阶段 这种大飞 如果你不再恰当的时机走掉 被白的一挡 这个 逆收棋目 逆收棋目 非常的大 这对方白棋的硬手呢 显得有点奇怪 普通的感觉 顶住 顶住 黑的只能退 白棋打 这黑的显然打不进去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定性 这是正常 黑棋破了白棋六目 自己长一目 七目棋 而施战白棋的下法是 跳这个 然后再吃 这样呢 就给黑棋 黑棋是可以往里长的 黑棋长 白棋只能吃 黑棋要破空的话 还可以往里长 要想抢先手的话呢 黑棋提 沾上也是先手 这样白棋比刚才 我们摆的图就 明显往回退了两目 白棋亏损两目 不知道白棋为什么要这样下 亏损两目棋 好 黑的现在拖先了 保留变化 拖先 刺 然后接住 接住中复 这个主动送两目 给黑棋 难以理解 钻进来 钻进来呢 就是黑的这 有一丝缝隙 这个高手的话 对手的旗行 有一次缝隙 我往里钻 能抓住它一点破绽 就一定要抓住 挤 我们不失实际的一挤 白的如果沾这 那么黑的这挤一下 总是便宜的 白棋实战 沾在这 沾在这里 那么黑棋 这个断先手 将来又有可能 一只往里长 长 黑的还是选择了 长一下 提掉 退 之后呢 一起挡住 一路 半街 这个得及时走掉 否则被黑棋 逆收的一路打 也是 很多目 半 半街 接上 冲过来 把黑漆冲过来 把黑漆断开了 把黑漆断开之后 如果一旦挡下来 黑的恐怕还得硬 不硬还要担心眼味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档就变大 提截 如果黑漆提的话 这一打吃 这截事态就比较严重 这等于要 打截把黑漆中间全部吃掉 这黑漆受不了 所以是沾上 吃 沾上下边白漆打吃 打下边这个截 相对来说黑漆复旦轻 先把上边连回 这个截呢 实在不行 打不过输了也就算了 白的斑 打吃是先手这一斑 中间三字已经吃到嘴里了 立下 提呢白漆就打这个 立下 长出 黑的当然要贴 然后白漆再贴进去 黑的吃 白的认为尝一个在这留下 留下将来再尝出去的味道 这比比被你一手其补干净 白漆要好 先跑一个 然后贴黑漆轿吃 白漆挖吃 把黑漆中复的木树呢 抠掉一些 接上 往里冲 挡住 冲过来 不能说冲过来 冲一下 这这样 这样是一个就是收关子的步调 冲一个虽然跑不掉 这个子本身送死了 但是呢 它 还是有好处 你的不时时机的断一下 接上 它的好处就在于白漆可以 打吃 白漆走到打吃打吃长 掀手 然后 冲 这步冲很大 冲完再接住 不走的话被黑漆冲完接上掀手 黑漆长两目 白漆减两目 冲 这个黑漆之前断一下还是有必要 否则就被白漆直接一步扑死 黑的损失就大 所以提前断一下是有必要 现在白漆扑不死 黑漆提着带下 白漆接上 白漆把这个收住 下一步留了一个 铺这个有六目多 六目多呢不是现在最大的地方 所以黑漆不走了 这打吃也蛮大的 打吃留下吃这个 提前手已经 白漆已经少两目了 否则白漆拐吃过去 这个 打吃也很大 好 好白漆开这个截 开截 铁 再提回来 再提回来 打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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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也必须硬 这个沾虽然诱人 但是这被提一下也受不了 提一下没有硬手 已经提的没有硬手 挡不住 挡的话被一断 再一尝 充斥的话这一打吃吃截不归 那这个截比这个就众多了 不挡也不是退让一点的问题 退让在这被一打吃就粘不上 损失还蛮大 所以 得硬 提过来 铺 铺如果白漆提的话 一起提过来 啊 这个 将来 将来 可能 再提 白漆如果接力一打 这好多截彩 白的实战 当黑漆铺的时候 这个截在白漆手上 白漆没有提 而是 白漆实战消截 把这个提掉 消截 那么黑漆当然提掉 转换 之后呢白的长 长一个也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白漆不长 黑漆先打 打吃 再打吃再打吃 都是先手 那么黑漆长两目 白漆长一个白漆可以长一二三四五五目 所以是 逆收期末 尝这个 不可小看 它有逆收期末的价值 一路一大飞呢 至少是先手六目 所以挡住当然是最大 一路一大飞呢至少是先手六目 点 一起挡这个 这地方看上去也是六到七目起吧 六到七目起 白的往里跳 下一步再跳是先手 一起挡这个 可以长六目 后手六目 打吃 接上 诶 长 这地方我们注意到 白漆这个子 它不肯轻易的被黑漆提掉 虽然长被黑的一冲 它也跑不掉 沾的话被一断 它跑不掉 但是呢 它不断的通过这个 气子来 来寻求其他的便宜 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黑的当然不能充 充被白漆这一沾就连回去 沾这个被一沾也连回去 如果接这个的话 如果接这个的话 把白漆立这个 把这个立下来 这样 总之是从旁边去 从旁边去利用 刺到一下 刺到一下已经便宜了 白漆刺 黑漆印的是直接吃掉 那白的一挤 白漆这一挤 这里 这里要断 这里要挤吃 这黑漆也不能大意 先充一下 先充一下你挤吃的时候 我可以接住回吃 再打 把铁 贴 然后沾上 把这个沾上 沾上也蛮大的 如果 如果你是党的话 白漆往这吃 往这脚吃 提两子 沾上这个 爬一下 白漆爬一下 嗯 这个地方如果 如果淘一子呢 也不算特别大 落了后手 落一个后手 等于 淘了两三目旗 这里还被 充掉一目 也不算特别大 所以白漆爬一个算 对 因为爬完之后 爬完之后 还有 最后一个 就是 比其他 比其他 冠子大的地方 就是这一铺 这一铺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也不需要补了 所以说是六 六目 六目 还强一点 还多一个单截 显然是最大的地方 接下来两个关子呢 一个是吃这个 有四目 另外一个是挡这个 这俩应该差不多大 所以收官呢 收官呢 这个实际上 也是 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它这个局部 局部应该怎么收 和全局还剩下一些什么关子 它还是有关联 而且关联很密切 比如说这个局部 如果其他地方 没剩什么大关子 那么白漆可能应该立着手 可能应该立着手 但现在明显有那个铺 铺有六目多的话呢 白漆爬一下 抢个先手 然后把这两个 变成一人一个 这样手 一定是没错的 收官也要 也需要有全局官 并不是说 我把局部 怎么走 然后 这个几目 那个几目 算清楚 就可以了 还要看全盘的是什么情况 打的时候没有马上沾 冲了一下 接上 一起吃四目 我吃一下 然后 说这个爬 黑漆挡住 叫吃 这地方始终对白漆 为什么主动退缩 这两目感到 无法理解 看不懂 看不懂 半戒 两目七 解 再来两目 这价值都是一样的 这几也是两目七 铺一下 没什么意义 搬这个 搬这个 这里注意 是磁区 搬这个的时候 黑漆没有马上挡 而是铺这个 白的提 黑漆打吃 也没什么意义 这个 这个 在有的场合呢 可能铺完这个 再铺这个 会有用 但是现在呢 即使都被你铺了 白漆这里也不需要补齐 所以 铺不铺 没什么关系 铺 线索一幕 充掉 再铺 嗯 这铺呢 黑漆要小败一点 黑漆输了 差一点 所以这 这阿尔法围棋特征的这些招式又出现了 这个 都是 铺完再铺完什么的 没有什么用的 全都弃紧了之后 打吃白漆沾上 白漆也不需要在里头再补 接上 白漆接住 打吃 纯粹从木树的角度来讲 黑漆这个是亏损的 因为本来打吃是先手 现在打吃不一定是先手 但是就现在这个局面来讲 黑漆打吃完也没有关子 没有关子 所以呢 只剩下一人一个截 所以实际上黑漆也不亏 等于免费余乐了几下 这个 可能在他这个 他这个概率的计算里面 每走一步 白漆毕竟有 毕竟有那么一丁点出错的可能性 可能是这么算的 猜测 踢接 踢不踢接也无所谓 白漆其实让粘住就可以了 一人一个截 这截是一人一个 如果按中国规则的话 就不用走 白漆就团一个也是一样 而阿尔法自己对战的规则呢 是黑漆贴七木半 黑漆贴七木半 就是这个 但是还是用鼠木法 黑漆 白漆走个单关 本来呢 一人沾一个 然后黑漆团就终局了 黑漆现在没事敢扑进去 我们还是把这把这盘棋摆到最后吧 提 提回 中国规则的熟子法呢 这种铺 这种主动铺进去 还有 还有这个打结售后的时候 还有便宜的可能性 有可能主动塞进去之后 站单关打结售后 但是鼠木法的话 这个铺是没有 没有任何便宜的 提 这子是印在这儿 你去铺 提回 之后呢白漆接上 白漆接上之后呢 黑漆没有再继续下去 而是认输了 正常下下去呢 黑漆应该沾上 那么即使这个结 白漆不跟黑漆打 让黑漆沾上 黑漆这个铺也没有意义 黑漆等于 这个铺主动制造了一个 可能让自己亏损的 一个结 白漆即使不打 让了 也是 白漆 也是白漆赢了的局面 那么 总的来看 这盘漆呢 相对来说平稳 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 但是白漆在这一带 破 这一靠 从这一靠开始 压 就是这个 清削黑漆的手法 相当紧凑 然后呢 黑漆这一段 也是这个 他这个想法 构思还是蛮 想法还是蛮巧妙的 这个比较让人印象深刻 之后 还有比较出彩的地方 就是 当黑漆点字这个的时候 白漆中间这一次问应手 问黑漆应手 这个时机恰到好处 根据黑漆的动向来决定 我是要不要这两个字 实战黑漆印在这呢 白漆这两个字清了 就不要 这也是值得我们 就是 这么机敏 这种机敏的漆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好 那么 这是第五十局 这盘棋 这盘棋 结束之后呢 咱们这个阿尔法维奇自战五十局 这个 这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 其的 这个 结束 也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通过看这五十局 这个人工智能的自战 反正我个人呢 是觉得 还是很有收获 这个 确实 对自己的水平进步 还是有帮助 像人 像人工智能可以说 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 嗯 也希望观众朋友呢 就是通过这五十局 能够对 奇异有所收获 这个由于水平有限 在讲的过程当中呢 难免会有一些疏漏 有一些疏漏 有一些没讲到的地方 或者是计算上 有一些疏漏 这个呢 还请大家原谅 那么 好的 总体看来呢 确实阿尔法的棋 非常强 啊 战斗起来有力量 判断的相当精准 确实 能让我们 有很多收获 学到很多东西 好 那么 这一期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